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向风水防门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贵人纹 从正宫的位置一直到达更宫 整体长度超过五公分 那么这种人富贵双全 一生福寿又吉祥 如果是有两到三条这样的纹路 便是出门有贵人帮 做事遇到上级提拔 可谓是贵人运爆棚 如果是女性的话 更是一种妄夫的特点 这是一个 那么如果是贵人纹 呈现这种交叉状 这种交叉状 那么这样的话 但是整体比较清秀 明晰 在传统手上当中称为玉玛带 玉带马 那么这种手纹 男生一般一生事业 有成贵人运非常的好 越老越富贵 同时呢 子孙运很好 子女孝顺 晚年的幸福安康 因为这个是出现在什么 砍宫的位置 在生命线的末端 那这个位置 同时女子同理 望福新家 福禄满堂 这是一个交叉状的玉带马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贵人纹 它开始于更宫 这是正宫 这下面一点就是更宫 更宫 更宫这边的贵人纹呢 就靠近帝文的尾端 不论男女在失业和感情上 都能够进展的顺利 相互是对方的贵人 相互都能够进入到人生的巅峰 这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稳定 白头偕老 还有就是理财文 理财文正秀身 不过呢 长度过短 长度不要太长 不要围绕整个手指的根部 那么这个是男生呢 一般是富贵可欺偏财运很棒 又会理财 多得贵人帮助 女子呢 可以嫁到有财之夫 这个是婚姻非常美满的一种格局 这是理财文 理财文贵人文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杭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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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